安波篮球快讯,周四晚上,CBA常规赛有两场对决展开,其中一场为北京鸭对阵浙江金牛。 北京鸭过去6次与浙江金牛交手术4次,心理层面处于下风,加之后者金记录的全胜开局,北京鸭金账不宜高估。 北京鸭金记表现令人一言难尽,球队进攻端表现极其糟糕,目前军场得分只有88.3分,是CBA中第四差的。 方硕、翟小川、朱燕熙等老将状态下滑严重,进攻只能依靠列夫和曾凡博等人在维持局面。 上场大胜北京紫禁勇士的比赛,列夫得到33分,14个篮板,6次助攻,几乎以一己之力摧毁了对方的防守。 曾凡博则是渐入佳境,全场14中6,交出16分,两个篮板,两次封阻,攻防两端都很全面。 但需要指出的是,北京紫禁勇士毕竟是积分榜中游球队,实力与浙江金牛有不小差距,何况随住摩西湖里的回归,浙江金牛的内线实力得到不少提升,列夫在内线呼风唤雨的场面金扑恐怕不能再现。 进入第二阶段之后,浙江金牛第一阶段火热的状态得到延续,过去三仗先后击败福建巡,浙江雄狮和四川蓝鲸,目前战绩12胜0负,是联盟中唯一的全胜球队。 在第二阶段的三场比赛中,无前打出MVP级别的数据,对阵福建巡拿到16分和11次助攻,占浙江雄狮拿到31分和6次助攻。 面对四川蓝鲸贡献25分,三次助攻和四次偷拨。 与四川蓝鲸一战,其实浙江金牛的发挥十分糟糕,三截战罢落后14分,好在末节及时找回状态,并打出29比11的单截比分,最终得以逆转取胜。 其中无前贡献12分,成为浙江金牛取胜的功臣。 此番面对近六次交手,四次沦为手下败将的北京鸭,浙江金牛将在无前的带领下向13连胜发起冲击。 M直播是澳门球迷必备的应用程式。